市場如何噴在市場上面 第五 必須是不要跟太多人合作會 必須要立筆或是人坐的重數局會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那歡迎收看今天3月13號 星期五的一個盤中期盤 我是陳唯博 今天是禮拜五 就算大盤大跌 吳唯博老師還是要祝各位週末愉快 心情放輕鬆一點 因為這種盤式的下跌的狀況 我問各位 你真的要在這邊賣股票嗎 當然我這個是針對於現在產生 套牢的投資朋友所提的問題 如果你現在手上是空手的 有現金的 當然這邊是等機會 如果是套牢的 我知道有很多投資朋友現在套牢 然後心裡面的壓力非常非常大 然後面臨了抉擇說 怎麼辦 怎麼辦 我到底要不要賣 我到底要不要出 那出了之後又怕它往上漲 不出它又繼續往下跌 每天看美股 昨天美國股市又跌出了 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跌幅 道瓊2352點 跌幅將近10% 9.99% 這個還滿巧的數字 費城指數跌了10% 所以各位你說這個盤式 能好看到哪邊去 我知道各位壓力很大 我今天節目是做給套牢的投資朋友 我們在股市裡面操作 本來就是會有風險 好 那竟然面對了這樣風險 其實應該勇於去面對 我想問各位的是 真的要在這邊賣股票嗎 今天台北股市開盤 跳過開低 這個不用講 開盤最低曾經大跌了786點 其實最近台股是完全是跳水 你看這個跳中缺口 完全是跳水狀況 它從原本的這種跌式 然後突然很陡峭的這樣下去 那這個是恐慌性造成的 當然你說美國股市 然後那個新冠肺炎的疫情 還有包括什麼 油價大跌 這個都是影響性的 其中之一的元素 但是我們實際一點 現在如果嚴重套牢的投資朋友 你現在看微博羅老師的節目的時候 我想訪問你 你要在這邊賣股票嗎 你要在這個位置點賣股票嗎 現在台股破1萬點了 看空的人他會持續恐嚇各位 現在世界狀況多糟又多糟 然後這個狀況你不趕快賣的話 可能會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如果你是融資的 我不敢講 因為現階段的操作 關鍵在於說你所買的股票 或者是你所套牢的股票 是自有資金還是你是融資 你是自己本身的投資的閒置資金 還是你去借錢來買 如果你是借錢來買的話 其實你已經犯了最大的錯誤了 這個問題我也無法幫你解決 因為從到今天為止 你說這個地方確定落底了嗎 確定落底了嗎 是不是在這邊就是一個 這一波的最低點 不能由一天的K線來看 但是它隨時都有可能出現了 大幅度的反彈 因為就技術分析來講 當然現在的一個狀況 它產生的恐慌 以台股潛跌型的市場 跌的時候會超跌 所以我們不要去猜 這個行情的底在哪裡 那反過來我想問各位 那你要殺股票 殺在這個地方嗎 我們都知道 現在連包括財政部 國安基金都已經出來喊話了 然後他說他們會做好準備 國安基金有沒有出手 它不會事先公布 因為我覺得這幾年的國安基金的做法 似乎聰明了一些 它可能會產生信心喊話 但它如果開始買 它會買得你不知不覺 它不會說敲鑼打鼓說 我現在開始買 我現在開始買 不會的 你會發現這幾年的 國安基金的操盤 跟之前的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的國安基金操盤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仔細去回想一下 你去找新聞就好了 國安基金在這幾年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它默默的買股票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 然後之後它都是獲利賣掉 它都是獲利賣掉的喔 所以這個盤是 你真的要在這邊賣股票嗎 這是今天的台積電 當然台積電找盤也是開低啦 開低現在逐漸往上走 今天的K線 以台積電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跳空開低 但是開低往上走 所以現在是一個紅K 然後請問各位 今天的量 預估量會有多少 現在已經8萬多張了 好 這個下沙取量的狀況下 今天預估量大概有14萬張 請問 誰賣 誰買 散戶在這邊敢接嗎 你覺得是散戶接的嗎 你只是去想看看 現在散戶怎麼想 怎麼辦 我手上股票 要不要賣要不要出 乾脆先賣掉再說了 但我想請各位冷靜的 來面對這個盤式 這個盤跌就跌了 我們也無法去扭轉 比如說我叫這個病毒消失嗎 我叫OPEC油價大漲嗎 或者是美國現在對疫情 它可以馬上解決嗎 看起來都沒有一個 所謂的一個利多的狀況 沒有好消息 就跟我昨天講沒有好消息 但這個地方 你是不是應該更冷靜看待 如果你是自有資金 像威保斯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是用自有資金 因為你用融資去操作 本來就是犯了一個錯誤了 那自有資金的狀況下 我們這樣說好了 假設你現在的套牢部位 你可能只是小賠 跟你的成本相差不遠 那你就先賣掉 你就先賣掉 為什麼 賣出了之後 抽出資金等機會嗎 但是如果你的手上部位 已經套牢了兩層 三層 甚至四層 五層 你要在這邊賣嗎 你要在這邊賣嗎 這個就跟我昨天跟各位提的 在17年前2003年的SARS的觀念是一樣 你仔細回想一下 我們都做著假設 當然時光無法倒流對不對 但是你仔細回想一下 讓你在回去2003年SARS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你會賣房子 你會賣股票 你會把你的資產都賣掉 還是你會買進 所以其實現在要了解就是說 整個市場上的恐慌 它是由疫情 油價大跌 美股大跌 全世界人都在恐慌 對不對 包括美國股市的一個走勢 形態都走空了 台股也是一樣 台股形態任何形態都破了 對不對 剩下一個這一個 剩下這一個而已 這邊的形態 這邊的形態都破了 現在剩這一個而已 好 來到這邊你真的要賣嗎 我們剛剛看的是那個 現在來到這邊 這是家權 對不對 好像不能再縮小 這已經是最小圖了 那台積電呢 它來到這邊 我們剛剛看的是台積電 所以我希望大家冷靜的去 面對這個行情的表現 因為我覺得 現在你可能找不到任何的利多 但是我跟各位講 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這是一體兩面的 股票市場它永遠是 盛極而衰 匹極泰來 你套勞會有套勞的處理方式 你知道我說目前 如果我要處理套勞的方式 你知道我會怎麼做嗎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你知道嗎 我會等待確定落底 形成反彈也好或者是回升也好 我要做加碼動作 你要有能力有本事把賠的賺回來嘛 而不是說現在手上 你現在如果你把手上股票砍出去 你的資金已經大幅度縮水了 對你來講沒有意義了 當然你如果是用融資的話 那不用講了 融資不在我討論範圍裡面 因為你融資的話已經犯了一個問題 融資現在面臨的就是追繳的問題嘛 我要不要補嘛 如果越補越大洞怎麼辦 它一直往下跌怎麼辦 所以融資的話 我這樣講好了 在股市的操作過程當中 本來就應該以自由的閒置資金來做操作 這是真正的一個投資的觀念 並不是像有的人去借錢來操作 因為意外無所不在嘛 意外無所不在嘛 我比較關心的是資金的問題啦 我再次跟各位講 我不怕這個盤跌啦 我根本不怕這個盤跌啦 為什麼我不怕這個盤跌 因為這麼陡峭的一個下跌的走勢 最後一定會形成一個比較大幅度的反彈 這個是在股票市場裡面 就是長期來講它都是這個樣子的 就算美國股神巴菲特 巴菲特89歲了 他這兩天出來講說 我活到89歲 我還沒看過這種盤這樣子的狀況 他也沒看過 其實我們都滿幸運的 都看到這樣的一個盤勢 我重視的是資金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台股還有沒有人要去買它 如果台股沒有人要去買它 那恐怕這個地方可能就是長期的一個空投 這是台幣到今天的一個表現 當然台幣今天也貶值了 也貶值了 但是台幣似乎還控制在30元上下這個幅度裡面 所以我接下來要觀察 台幣有沒有大幅度的貶值 如果台幣大幅度的貶值 會被造成所謂的資金外逃 這是我比較重視的 好 那我們就來 從技術面來講好了 這個盤勢難道就這樣子嗎 為什麼我一開始節目我跟各位講說 你還要賣股票嗎 你要在這邊殺股票嗎 任何賣股票的一個動作 都應該是在反彈的時候去賣 而不是在恐慌的時候去賣 比如說以台積電來講 要賣也是反彈在賣 比如說今天的2454的聯發科 要賣也是反彈在賣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跟邏輯嗎 所以這個盤勢 有沒有可能會有反彈 我跟各位講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 好 那這個就要觀察了 什麼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部分 出現了一個缺口 對不對 好 那從這個地方下跌的過程當中 這邊有一個缺口 這邊有一個缺口 其實已經出現很多的缺口 這邊有一個缺口 這邊有一個缺口 然後下跌的幅度 已經是呈現幾乎是90度的 陡峭式的一個懸崖式的跳水 那我跟各位講 通常如果說一檔股票 出現了非常陡峭的上漲的話 幾乎都是醞釀的結束 就比如說好了 我舉個例 威武老師之前有帶會員操作這個中陽光 後來我們賣掉了 當一檔股票非常陡峭式的上漲的一個走勢的話 通常都是伴隨著風險逐漸的加大 那同樣的 當它跳水的狀況下的話 那也伴隨著什麼 伴隨著走勢有可能會出現結束 所以我們回到台北股市的一個狀況之下 現在我們當然不能確定說這個地方是一個 就是一個地 但是它未來一定會有所謂的一個反彈逃命波 目前台北股市它的確是走空投的形態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賣掉你手上的套牢的股票 你也應該利用反彈來賣 那我想我們先進個廣告 等一下我從過去的歷史經驗 2008年的金融海嘯 台股從9000點跌到3000點 那它的走勢的狀況 我們來研究一下 那跟這一次的狀況會有什麼樣的不同 我想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運搭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搭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028773-8859 運搭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車怎麼開放啊 你看啊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寶 一 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二 撥打110報警 或119救護傷害 三 交會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四 無人受傷時 將車輛移到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五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 播 話 儀等 就對啦 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目前的大盤 跌了六百多點 這個我覺得不用看盤了 其實這幾天盤是 你看盤沒有任何的意義 除非你要開始買股票 或者是 如果你要賣股票的話 你也不需要看了嘛 對不對 我們先從這個美國股市來講 因為這一次的一個美股 也是出現了一個大跌的走勢 這個大跌走勢幾乎全部都是走空的 不管是從道雄指數 納斯達克 費城半導體 S&P 500都走空了 這個走空應該是這樣講 這次美股引發的這個大跌的一個影響 其實出乎非常非常多的意料之外 包括連我都覺得事情的擴大 各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 就比如說 這個俄羅斯跟阿拉伯之間的那個油價 的一個銷價競爭 OPEC包括阿拉伯針對油價還要在的增產 然後造成那個油價的一個大跌 昨天郭台銘董事長也出來講了說 這個美股碟 美股碟並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是因為油價的關係 其實我認同一半而已 我覺得疫情也是一個關係 並不是說跟疫情完全沒有關係 那當然油價也是一個主因 也是一個主要的一個原因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果石油的價格降低的過程當中 那對於很多 比如說美國國家利益就會有損失 所以這個油價它當然是影響的 但是我們大概在一兩個禮拜之前 我們並不會去想到這個油價的問題 我們怎麼知道會有發生這個狀況 好疫情也是一樣 疫情大概在一月份吧 一月份之前其實台灣就有在做防範了 但是絕對沒有人想像到什麼 比如說連那個好萊塢的 湯姆漢克斯 湯姆漢克他都得到了 然後NBA對不對 NBA的球星也得到了 所以導致NBA也要就是停止比賽 那這個損失其實大家都沒有辦法去抓到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市場性風險跟股票風險 現在股市的確產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想請問大家 難道事情永遠會持續這樣子下去嗎 我們人類的恐慌它是會無限的蔓延下去 當那個人類的恐慌無限蔓延的狀況下 它就告訴你說未來會多不好 未來會多不好 然後會怎麼樣又怎麼樣 你會對未來完全沒有信心的 但實際上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我請各位這幾天乾脆不要看股票市場 你甚至如果說你想知道整個大盤 什麼時候會落底 你乾脆你就看一下我的測標就好了 有時候你如果不想看我的節目也沒關係 你至少看我的測標 什麼意思 如果這個大盤確定落底 確定要上漲 我講的是波段上漲 就是會有一波了 因為反彈隨時會有可能會發生 但是反彈上去 目前如果接下來有上漲 也叫做反彈結構 你就看我測標 我測標大盤給各位改成向上 那就表示這個大盤要走波段多頭了 那目前沒有 所以你如果說你很容易受到盤勢影響的話 你乾脆就不要看盤 但是我非常不建議你把股票殺在這個地方 我現在講的是你自有資金 如果你的股票已經套牢兩層套牢三層 你難道真的要在這邊賣嗎 你難道不去檢視一下你所買的股票 它公司的營運狀況嗎 如果你買的股票它營收在成長 它未來獲利還會在成長 它基本面真的不錯 它只是受到了疫情這短線上的恐慌 大家都三七二十一一直在砍股票對不對 你覺得那個應該講 失望性的賣壓 恐慌性的賣壓 去主導的行情 它會是真實的反應它的股價嗎 所以我們提出來給各位講就是說 我認為美國股市接下來會一連串的 公布一些救市的方法 它會有一連串的一個公布救市的方法 為什麼 因為川普還要選舉 現在有一個是我比較擔心或者比較懷疑的 川普有沒有得 因為我們都知道川普在前幾天 還有跟比如說一些國家 各位自己看新聞 我就不再嚇各位了 如果川普也隔離了 那這個真的是我無法想像 我無法想像 但是不是代表整個市場它就會這個樣子 我覺得先不要自己嚇自己 我們現在要檢視一下自己手上的股票的部位 好 你套牢了就套牢了對不對 你套牢了的話 你就兩個做法吧 一個就是賣掉嘛 一個就是等待嘛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加碼啦 好 這個是更大膽的一個做法喔 我覺得這個倒是有機會喔 我把2008年的走勢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空頭總共走了一年 從9859 然後走空最後到哪邊 到3955 9859到3955喔 這是一個大空頭的走勢喔 好 這個地方出現了一個大幅度的下跌過程當中 它也未來會有出現所謂的一個 逃命的一個反彈 所以我們就這樣講好了 我們假設台股這一波的下跌是第一波下跌 而且它是用非常快速非常陡峭的方式 直接下跌對不對 好 這樣的跌法 我請問各位 緩跌是比較好還是急跌比較好 我們把它反過來講喔 如果你現在買一檔股票 是緩漲比較好還是急漲比較好 如果一檔股票它出現了急漲 通常量的部分就會開始做放大 伴隨著它可能出現結束的狀況 因為很多股票 當它出現了60度70度 甚至80度的陡峭上漲的一個形態的時候 通常都要伴隨著所謂的一個陌生段 就要結束了對不對 像這邊的上漲 後面的上漲非常陡峭嘛 像這邊的上漲就非常陡峭嘛 對不對 好 那現在的下跌 你把它反過來看 是不是也是非常陡峭 幾乎是垂直的 幾乎是垂直的 所以它隨時可能醞釀反彈 就跟當時候9859跌下來過程當中 它也隨時醞釀的反彈 好 那這個反彈有幾個月 這個反彈的時間 從這邊大概是1月 這邊到6月 這邊大概有5個月到6個月的時間 微博前兩天的節目裡面 我有跟各位算時間 也就是說以扣底值來講 以扣底值來講 季線扣底值現在在這邊 所以它大概有1個月到1個半月的時間 會扣高值 之後扣底值會逐漸的降低 當扣底值來到這個位置點 甚至更低的時候 整個季線它就有可能會走平 甚至翻揚 各位你懂我意思嗎 那這時間點一直到這個地方 陡峭式下跌 你給它算的話大概是幾個月 從這邊一個半月對不對 所以它有沒有可能之後 進行所謂打底 我們之前曾經有用一張K線 給各位看 來這個是前一波空頭走勢的時候 前年空頭走勢的時候 也是非常陡峭的下跌 下跌了之後它開始進行什麼 進行打底 進行打底 所以現在陡峭式下跌 它如果說未來很快速的上漲 它就會形成所謂的反彈 各位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用2008年的一個狀況來做說明 這邊跌得很快 反彈 這邊的上漲 如果也漲得很快 它就是反彈 那如果它是打底呢 它是打底呢 它就有可能走回原本的多頭 所以之後我們要觀察 整個大盤的走勢 如果未來它是出現很快速的急速上漲 那你就要把握你原本手上 現在套勞股票對不對 像我現在就是說 等那個確定反彈的機會出現 我們可以做進漲的動作 如果它是漲得很快 那你記得漲得很快的時候 你就要利用那個漲得很快的時間 去賣掉或是調節你原本手上套勞股票 要把握這個反彈的機會 但如果未來它是進行打底 它是進行打底 那就不一樣囉 它有可能重回多頭 各位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是跌下來沒有打底的上漲叫反彈 如果跌下來的打底之後上漲叫回升 所以各位應該要去了解一個現階段的那個狀況 看它到底是未來是屬於哪一種狀況 不要在這個地方就很擔心害怕了 套勞有套勞的處理方式 你要如何反敗為勝 我想這一點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能力去掌握這個進場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微博老師歡迎各位加入我們的一個行列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就先進行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一個收看 預祝各位操作順利 拜拜 現在殺YouTube訂閱運通財經台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機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 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分析師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 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補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補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補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